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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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收看第五届NACD北美电竞联赛的英雄联盟联赛 我是解说Cody 大家好 我是今晚的解说江旭 两个老解说又再一次回到了我们观众的视野里 然后我们也是我们的这个第五届NACD北美电竞联赛了 也想必就是说在这个经历了我们上一个赛季 以及这大概有半年吧半年多的时间 各种包括这个像这个版本的更新 以及各个学校代表队这些选手的互相的磨合 还有一些这个重新的这个改善 还有组织 相信本届的这个我们的NACD北美电竞联赛 将会是也是无比的精彩 是的 没错 而且这一届也是 我相信是我们历届以来最多参赛队伍的吧 总共是有将近42队的这个 来自不同北美学校高校的这个参赛队伍 等边基本上可以说是在这个开场前就已经做了充分的这个互相这个战队之间的调查 应该可以说是就搬的非常的果断 是的 没错 我们也看到蓝色峰这边是搬掉了这个上单的这个 阿加特 然后一个打野的孟严 然后也是就是说在这个专业比赛场上也是非常上场率非常高的这个英雄 是的 这两边看来是就是随着现在的版本 因为像这个版本的这个中单啊 中单之间的这个击杀率或者是爆发这个程度应该都不是很高 所以这个版本基本上我们都是围绕着这个上单还有打野这两个方位 来进行一些这个counter或者是搬选这一系列的这个争夺 没错 而这边蓝色方 红色方各办了这个版本强势的阿卡利以及这个上单的建模 然后也看到了刀妹以及这个唐龙也是被搬掉 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第一轮的这个选人环节 左边是首先一选抢下了这个牛头辅助 而右边也是相对对位的去选的一个这个垂时一个开团型的一个辅助 是的 这两个辅助相对来说都是目前版本基本上是非班必选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辅助位置了 因为毕竟像这个牛头啊这种又肉然后又带强控还能够开团的是非常可以直接是领导一个队伍能够是 不管是翻盘也好或者是直接开团也好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那么垂时相对来说就可能要需要多一些的这个这个操作上面的技巧 我记得呢我前几天看比赛的时候因为现在比赛场上这个辅助 很多这个专业的队伍都会选择这个塔姆去当一个保护型的辅助 然后我记得有一场是选出了这个垂时然后灯笼是连续救了好几个人 然后就感觉上就是随时是一个远距离的一个塔姆 是的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蓝四方这边的这个ADC已经是抢到了卡萨这边 而这边我们的这个红四方的ADC现在还是这个虚位一带 不知道该什么该去选择一个怎样的ADC来对抗我们这个卡萨 像卡萨在这个前期包括后期的爆发都是非常高的这样子的一个英雄 那么可能这边能够counter他的大概有这个像女警 但是女警这个版本非常的弱 那么之后再有的就是像霞还有维恩这一系列的 但是我们如果能看到这个红色方这边如果选出了垂时的话 那这边应该是也要相对选一些高爆发的这个版本AD了 那包括像是这个进啊或者是卢仙啊这一系列的可能是要打一个相对就是硬打硬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选择 没有错其实卡萨这个ADC我个人觉得我还是蛮喜欢这个ADC的 因为基本上现在大部分的主流ADC你选出来之后 比如说像奥巴马或者G你就感觉他是就选出来之后 你会知道这个队伍想要打一个前中期还是想打一个后期的这个套路 那卡萨由于他的出装以及他可以AP双修的情况下 就是说你如果出AD的话他前中期就就保证了一定的这个输出能力 而如果出AP的话他会保证这个后期的爆发能力 所以说就是让对面队伍就是大概不知道对面是想就是拿卡萨这方是想要去打一个前中期还是后期 这边是要选这个金克斯作为ADC吗 金克斯在这个版本其实之前的版本啊 这个金克斯一直是比较像这个排名靠前的这样子的一个ADC 不过在这个版本配合这个蓝7的这样子的一个版本的话 那金克斯可能是相对来说搭配锤石可能是想要打一个这个双控的这样子的组合 而这个能够不像这个金啊或者是无线这种一套爆发结束的就结束了这样子的 可能是想要跟这个就是在线上跟这个能够回血的牛头来说能够多一些的这个续航能力吧 没错而红色帮这边选完之后是就是一般性的留了一个counter位给他们的中单 而左边这边也是亮出了这个希德拉在一个中路是一个对线相对比较舒服 而且能保证一个就是单体爆发的一个英雄那这边最后上单也是红蓝色帮选择了这个大虫子去对抗对面上单的这个石头人 是的其实现在石头人也可以打中单啊毕竟像石头人这么bug的这个英雄现在已经是不多见了 像中单现在的基本的中单都是高爆发但是又脆皮那石头人可以直接秒掉 但是这边应该是反手直接锁了一手兵女能够来对抗我们这个希德拉 两边都是十分需要走位的那种很细节的中单英雄啊 没错而且你没有发你你你你觉得没觉得这样是就是我们从我觉得 就是LL这么多年以来七八年以来吧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一个版本就是现在现在的版本 或者是现在这个世界赛的这个版本呃开始啊我觉得这个版本是最怎么说呢 你选人上面英雄上面是最多摇摆位的就是你看其实你石头人或者是兵女都可以去打上单中单 甚至你可以就是让这个呃或者是之前你选一个建模建模也可以去上单或中单 然后就是我感觉这个版本是最多摇摆位的一个版本 包括像之前的赛恩也是经历过一代版本的这个中单赛恩这样子的一个版本也是令人闻风丧胆 你根本打不死吗没错那我们现在进入了这个三分钟的欧比延迟的时间呢 那我们现在来包一下广告 是的 我们这个广告小能手 我又来了 我们这边是来到了第五届的NACG北美电竞联赛 由我们的北美学生网主办 GNC国际暑期教育平台冠名赞助 ACG致力于举办专属海内外留学生高校电竞联赛 是全北美最早举办 也是规模最大的华人电竞联赛的赛事组织 同时感谢我们的新的赞助商 也就是Graphity引力 还有我们的这个越合旅游队本次比赛的大力支持 并且同时也会向大家预告一下 我们这个的赛事福利 在如此多的这个参赛队伍 40多次参赛队伍的情况下 那么北美总冠军队伍将获得 由越合旅游提供的价值2040刀的 北美地区的这个免费4日精品旅游 然后北美的总亚军和总技军 将获得由越合旅游提供的价值900刀的 美国地区的免费3日精品旅游 那么同时还将获得由GNC国际暑期教育平台 提供的最高800刀的回国机票报销 而且还有最高300刀的学费优惠券 真的是今年的福利特别的多 而且奖励也是非常的丰厚 是的感觉就是2000多美刀 感觉整个美国北美的话能玩一半了吧 2000多美刀 至少对至少美国境内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如果说能有那么一星期的这个流程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太大问题 至少玩三个地方吧 可以如果是那种比较紧凑的一些地方 所以说今年的这个福利可以说是对我们 这么多的参赛选手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吸引力 也难怪会就出现如此多的这个竞争者 没错 而这些在看比赛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对这个GNC国际主席 这个教育学校都是 假期教育学校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扫一下二维码 然后就是差不多也是到寒假回国的时候 这边我们也会有一些就是福利 以及就是将来暑假的话是可以回国 然后照样可以修学分转到自己的学校的 那我们这边看一下两方的这个英雄情况 我们看到中单辛德拉带了一个这个进化 去防一下这个冰女 而冰女相反是带了一个点燃 不知道这个冰女会不会像专业比赛 将现在带这个余阵去保 就是去保证一下生存能力 不让辛德拉在线上可以一套秒掉自己 是的 特别是面对着我们这边这个打野赵信 也是一个前期非常积极 有GUNK能力的这样子的一个打野的话 那么中单这个 他这个冰女既然没有选择去带进化 而是选择带着非常激进的点燃的话 那可能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天赋的选择上面 可能要自保能力多一些 或者是对这个跟自己的打野 这个皇子之间的沟通 可能要非常这个熟悉 包括有打过一套运营的这样子的一个中野搭配 可能会这个在线上打出的效果会好一些 没错 而我这边看双方的AD位 其实感觉双方的这个整个团队的队伍 都是有空以及保护能力 或者先手开团这些能力都是有的 但相对我个人觉得卡莎这边的这个输出环境 应该会相对比这个金克斯这边会稍微舒服 那么一点点 毕竟卡莎这边是有这个一的进化之后 会有一个隐身 而且是大招也可以做一个相对程度的位移 而这个金克斯只能有一个一技能去保护自己 然后那就要看这边垂石 以及这个可能需要分派这个皇子或者是这个兵女 去做一手保ADC的这个举动了 是的 不过其实反观这个我们的红色方这边的开团 其实根本不需要垂直去开团 垂直要做的其实只需要是 除非啊除非是在那种非常狭小的地形里面 能够勾一个视野之类的话 其实那边你看这边的红色方除了金克斯以外 每个人都可以开团直接石头人大过去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样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弥补了 这个垂石这个英雄对于这个ATC的保护能力 可能只限于这样子一个登陆啊 或者是这个异技能的这个保护来说 可以说算是一个小小的弥补吧 没错 那我们看到现在也是进入了比赛的这个载入界面 我们看到双方的这个带着召唤师 这个叫什么符文的情况呢 我们看到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一个意外 看到赵姓这边是带了一个相位猛虫啊 然后那个对 为什么是带这边是带了一个相位俯虫 那看来是这个赵姓应该是那种叽叽杠的赵姓了 应该不是那种打野就是专门打自己一眼的那种赵姓 可能是郭老师的那种赵姓的感觉吧 就是直接绝食嘛就是抓到死就好了 但其实这边我们看到两边的队伍 其实这个整体的这个队伍的选择包括伤害啊这之类的这个呃这个评分上面其实有算是五五开了 因为毕竟像这个呃金克斯也算是在这个右键这个英雄里面已经算是一个在前中前中后期相对来说都是还比较平均 就不会说存在一个太大劣势的这样子的一个呃输出 ad 了没错那我们也看到 adc 这个金克斯这边也是带了一个这个迅捷步伐 然后看这边如果赵姓应该带向外向外俯冲的话我感觉他是一个打团就埋头往往这个金克斯里面冲的一个打野啊 是他没有办法毕竟他没有办法去打后手了因为后手如果说保这个卡萨的话肯定是要用这个牛头来保了这个赵姓没有办法去保他 或者是看卡萨在这个团战的时候像小狗那样有这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输出契机的话直接就直接搭进去大家就一起冲进去就完了 没错那我们看到这边除了石头人在自己的这个上路的这个草丛里面蹲着以外其他的这个队员也是一字排开 我们看到这个大虫子是来中路这个骚了一下但是应该是不会换位了应该是不会换线了 那我们看到这边也是呃蓝色方帮助这边赵姓打一个红开而蓝色方这边是也是帮这个 ad 这边呃也是靠 ad 这边是做一个蓝开的这个剧动 嗯是的这边我们看到双方的这个这边冰女是带了直接带了一个雷霆 然后这个新西德拉是带了这个爱里啊其实我还是比较好奇像这种两个人的这个手长也都差不多 然后都是这种打技能输出的这样子的英雄的话到底是爱里的伤害高一点还是这个雷霆的收益更高一点 这这一下的话我们可以正好这一把能够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让我们来这个拭目以待 没错而这边其实我觉得红来双方的这个中野配合都会相当的恐怖啊就是 诶赵姓已经来中了吗赵姓不刷野的吗 这个赵姓直接是一二级就来到中路这边啊是把直接把这个 对这边直接把冰女逼到了自己的野区这边的正好是卡了一个我们皇子不在这个野区的这边的这个时机 而顺势的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入侵眼我们看到这冰女也是回到了这个线上而这边赵姓真的是像江戏所说的这边有一点像绝世性的这个打野 这边下路也是抢了一个二级然后直接就从一个QE2QQQW二连上去打了一套 是这一波很残但是现在皇子这边可以卡一个视野能不能来下路杠克一波但皇子好像并没有想那么激进的在这个三级之前去选择去一波杠克但是 诶现在这个蓝色的视野消失了下路 这边是消失了但是好像皇子并没有想要去做太多的举动直接一个EQ2连是回到了这个自己的野区继续刷这边看到赵姓是反的一个红爆 那这边应该赵姓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应该可以来一个三大开了 那这边直接这个石头人就非常尴尬了呀石头人的兵线已经在塔杀了但是自己的打野不在并且想不到这个时候对对方的这个打野在自己的身后啊这个时候如果来到这个前后包的话可能就这个石头人应该就交代在这里但是说说说白了但应该不会在这么早期的时候来进行一个这个月塔的强杀其实 这边黄子是一个EQ进到了这个自己的六鸟然后发现是空空如也啊哦哦哦这边没有反掉那赵姓没有反掉但是还是过来绕了一圈打完这个黄子的石头人之后选择过来去再反掉这个野那这边赵姓在刷野刷野的这个这个呃节奏上面应该是稍微能领先这个黄子那么一点点的 哇这可不是领先一点感觉这边赵姓已经把这个呃黄子的这个是这个这个这边这半边的野区已经刷光了并且上路这个石头人现在好残的血啊 啊这边有机会吗减速一个1Q2连闪现躲掉没有意义听到嗯这边没有神而且这个时候石头人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去跟了其实这个其实这边我觉得石头啊这个大虫子其实可以去看就是稍微稳一波毕竟这个石头人已经是剩这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血了这边根本完全没有要跟但是也是选择了稳一波直接交出了自己的闪现 是的这边垂石的出钩也是没有勾到什么但这边这个石头人直接TP回线但是这边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呃这个上单是直接没有蓝量了还选择稳续钢吗还是想要吃完这一波线但这个时候的上半野区是没有视野的我们这个蓝色房 我觉得这边其实这个大虫子这边这个推线我知道他是想要去把兵线推回去啊推进塔里然后做一个兵线的一个reset但是其实幸好这个皇子不在附近啊要不然这边其实在没有闪现的情况下其实大虫子刚刚是挺危险的 其实皇子其实皇子这个时候应该肯定是不在这边的因为这边的野区已经被自己家的城市给刷了对如果说他真的是如此如此执着的一个皇子的话那这个大虫子可能也也认了吧只能说是这个时候如果说赵姓这个皇子如果还在这个野区继续待着的话那太损失自己的经验值了这边赵姓是要来中路悄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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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悄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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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放这个闪现,但是不管怎么样,也是稳的一手这边 双方虽然是第一场,但是打的也很稳的 毕竟每一场的这个胜负都是很关键的呀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赛事是一个分了42队分了6组 每组是7队,而首名是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8强 而第二名是还要去打这个复活赛 所以说基本上是每小组的头两名是有这个出现的机会 这边也是,也去相遇了啊,这边直接是 哇,这个赵姓好凶啊,赵姓果然是郭老师的赵姓啊 是你吗,郭老师 对啊,这边也是这个新的拉想要来这边 但是这边红色方有一个真眼,这个真眼插得还是挺妙的 知道赵姓是一个进攻型赵姓 但这个赵姓已经开始在这边刷小龙了 但我们的这个嘉文还在这个自己的这个 上面也去苦苦的支撑啊,可以说是 没错,我们看到现在就是赵姓由于这边蓝色方三路 其实中上下这三条路都是以这个,这个士兵有这个优势啊 都是压了对方大概10到20刀左右 这边顺势也是趁下路这个推陷的一波机会去抢下了本场第一条小龙 是一条火龙 这边赵姓会吃了一个果子,想要来下路搞事情吗 感觉直接先去刷野吧 直接刷到 刷完六级再说吧 对,先刷完再说 这边感觉好像这个蓝色方整体的这个风格就是打的相对激进来说 激进一点 然后这边是想要配合前期直接把赵姓这个入侵野区的这个基调给 就是先建立起来 就看到我们的这个上路跟中路在疯狂的推陷 这样就能够给这个赵姓的这个入侵野区提供了非常大的机会 没有错,我们看到其实虽然说这边两边的打也都想要尝试去做一些事情啊 这个皇子刚才也是一个1Q2连挑起的这个打出了这个新加拿大选线 但是双方还是并没有爆发一血啊 我们看到这边上单两个肉也是就是互相换了一下血 这边看起来这个石头人是有一点劣势啊 但是毕竟也是个肉嘛 就是石头人其实选出来了 就是要他就是开打团的时候就一头撞进去就对了 首先在这个皇子的发育对于赵姓来说 还是需要赶紧先把这个自己的发育补上了 这边又相遇了 这边直接是交出应该是交出自己的EQ 看小地图这边镜头是没有给到 没错 那我们看到赵姓是很生猛啊 直接出了一个小锤子 连打野刀都不得了 直接一个相位辅助的赵姓 是的 感觉是直接刚才在6级的时候想要再下路 不过下路这边也是 我们红四方这边也是比较惊艳老道啊 不想再去在没有视野的情况下 把自己的这个兵线压过盒 我们看到新泽拉现在这边已经回家了 看到这个打野这个皇子也是到达了6级 看有没有想要去抓一波 有视野呀 这边全都是蓝色方的视野下落的河道 哎这边是直接 直接没有没有没有发生什么 这边是皇子在下路替这个下路直接守住了线 对这边只是一个EQ2连回到这个塔下去回程 然后这边其实一直一直这边垂射还是没有勾到 而这个这边也是一个Q2连上去 然后就打了一个金克斯一套打到了半血 这边其实金克斯有这个呃 军姐步伐的话赖线的话确实也还行 这边上路已经是压了20多刀那这个时候呃双方的话这个时候应该是大虫子也不敢冒冒然的去月塔去杀这个石头人 但是石头人现在这个很危险啊 没有支撑起来的时候 对啊这个很危险 刚才要是被戳起来直接闪现一啃就没了 对啊直接一口就咬掉了 这边保皇子是想要再上路嘛看到这边是蓝色方式没有视野的 直接来了一波绕后能够抓起来吗 但这边其实不能让咱们直接一个EQ再打出一个闪现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办法 因为刚才石头人是不能是石头人先手如果石头人先手的话这个大虫子如果一忙起来的话直接回头一个啃的话石头人有可能要交代在这里的 其实石头人刚才的血量应该还我觉得应该还不至于被一下子啃光线 但毕竟石头人还在半许个以上的前面 哇这边很危险这边可能要直接瞧起来这边可能要啃起来了 是的没错这边也就是有大虫子拿到了上单这个E血啊 这边竟然黄子尽管黄子是来了两趟都把这个大虫子闪现打了出来 但是这边还是还稍微走走位不顺 那这个感觉石头人大意了呀 其实刚才石头人如果果断一点直接开大的话能够帮助黄子的EQ的命中率要高很多 其实因为刚才毕竟这个蓝色方这边也是上路没有什么视野的 这样的话整个这个上塔可能要被这个招线拔掉啊 哦这边直接TP上线传送 中路也是直接辛德拉给控住了 这边是下路的视野这边蓝色方视野暂时消失了 那这个赵姓是否想要利用这个峡谷先锋来看看在哪一路做出一个争夺呢 我们看到其实刚才石头人死的有点鸳啊有闪现有这个大招然后还是被拖了起来 这边是闪现捏的太死了可以说是 没错我们看到这边辛德拉中单对线的情况 辛德拉也是压了这个冰女将近20刀左右的这个CS领先数 我们小龙也是还有一分半钟才刷 其实这边赵姓我个人觉得其实在三线都这么压线的情况下 呃可以想尝试一下去拿这个呃呃就是铁头娃 这样可以就是让自己就是先破一路嘛 然后可以把这个整个对线期之加速 赵姓现在又来到了我们的上半野区这边是想要蹲这个石头人啊 石头人上路这个防御塔的血量 这边垂直又是空了空了这个Q然后直接交大啊 这个我们跟着卡莎直接配合直接被动 我们给了一个赵姓皇子及时赶到直接闪现跟上 金克斯收掉了人头 然后这边金克斯那这边牛头也没有太大的办法了 看能不能换掉最后一个1技能能换掉能换掉 那这边皇子来的是非常及时啊 所以不正好打了一个没有技能了呀 双方都把技能已经交给了卡莎 这个时候只能是牛头就1换1吧 就2换1可以说是 真的没错刚才其实卡莎进场那波其实也没有错了 他处理的但主要就是说没有后方的这个视野 而且对这个呃对方打野这个位置判断 稍微有一点这个失误啊 所以说导致这个皇子是能及时的赶到 是的卡莎可能前期的伤害还是在没有出完这个 两件道具之后还是伤害稍微欠缺了一点 没有办法能够及时把这个垂直给秒掉 毕竟垂直带的这个天赋也是够肉的 没错那这边下路基本上都是双招全交出了这个 牛头的这个闪现那牛头还有闪现的情况下如果把自己的 取消那这个时候又是配合爱丽的伤害A了一下 这两个补助江玉 随时是终于勾到了这个 哈哈哈 牛头了 勾到了牛头 没有办法 牛头这个勾到意义不达 这边是三个人四个人想要对这个蓝buff进行一个守护 守卫蓝buff 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兵女的这个这个点燃还是在手的 这个时候如果蓝色方这边冒冒然的想去争取的话 应该是对这个小龙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益处 这边想要来一波四人包下 那看这边卡莎跟牛头能不能忍住 这边直接一进场闪现 这边是直接进场 牛头保留下 但是哇没办法 这直接一个大招兵女收掉人头 牛头开启大招 还是没有太大的办法 这边也是走不掉了 这边兵女进场果然是太霸道了 这边直接一个一技能闪现 这个不讲道理的 而且这个是一波四人包下 这个没有办法 自己的这个仗着有这个针眼啊 就是直接想要在这个把这个线压过河道 这下路一直打得很凶有没有 对其实这边其实红色帮这边 蓝色帮这边其实是一直都是三条线 都是在压的 但是这这边也是想要去抓这个中路的辛德拉 直接一头直接打上去 这边是直接又推开了 直接个大招灌进去 这个时候兵女没有大了 那是图然还要出去追吗 直接闪现 那一个要跑了 这边就不上伤害了 这边有可能自己要交代在这里 这边皇子这个 这个图然交代了 皇子还是来得有点太迟 那这边中单的塔应该也要去 呃 被拿掉了 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大虫子在上路也是默默耕耘的 拿掉了这个呃 铁头啊 下谷先锋 对下谷先锋 那我们看到这边 那这边的话 那这边的话 是的主要是前期皇子那一波被这个 召现那一波入侵整个把自己的这个节奏就被打的稍微慢了半盘 这样的话可能导致之后他们包括在杠上面 以及在这个支援上面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会缓慢一些 毕竟皇子刚刚在这个下路交代完自己所有的这个这个技能 没有错 但是我们看到这边红色方肥的是这个金克斯啊 那这边可能在中期团战的时候金克斯这边输出应该是会比这个卡莎来的那么高那么一点点 是的金克斯现在是领先半个道具半个大剑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济 但是呢这个在中期啊金克斯只要前期发育起来那么中期的这个伤害可以说是比卡莎要要高一些的 接下来这个蓝色方想聚集在这个小龙这边是不是想要来一波小龙这边的小规模团战呢 这边又是卡莎的视野这边有个真有一个眼被看到了 其实这边在中路跟上路都告破的情况下蓝色方可以选择在呃这个其实这边闪现也快转好了 其实可以在对面就是金克斯以及唇是没有闪现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去包一下下路 但是这边赵姓感觉也并没有太多的想法 这个大虫子直接想要配合下路的二人组直接三个人来打这个小龙啊 这趁着皇子还没有来赵姓还来自己的上代野区 这个时候皇子来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毕竟现在这是这个卡莎有被动的情况下打这个龙还是挺快的 而且还有这大虫子这些大招基本上这边红色方也选择放弃 这直接是这个大虫子吃下这个龙啊 这个大虫子现在真的是很恐怖啊 现在已经是150152的大虫子 他第一件装备出的是这个正义荣耀 这真的太流氓了 这个大虫子举报举报 这真的太流氓了 那个金克斯色色滑倒 是的 这一把如果说真的想要去呃有什么局上面有短 但其实现在比赛进到十几分钟双方的经济 直接框住三人 而这边神童人进来直接再撞起来 卡莎闪现夺掉 那这边红色方全部赶到了 大虫子也是一个TP下来了 这边卡莎直接跟这个皇子兑换了 这边大虫子下来完全不掉血 金克斯一直对着他 然后最后这边 西德拉是抠了一个大装 秒掉了对方的金克斯 秒掉了对方这个冰女 很可怜啊 这个金克斯 我看金克斯对着这个大虫子一顿输出 然后血根本不掉 这个金克斯这一波其实挺肥的 一波肥直接是有四个人头在手的这个金克斯 现在只需要在后期发育 赶紧的先出一下这个破甲吧 不然的话中后期的团战可能是不太好打 但是刚才怎么说呢 其实锤石立功了 直接想要这个这边的牛头想要保的 但是被这个锤石直接Q给打中了 而且在这个这个狭小的这个地区 正好是利用了这个皇子这个大招能 直接框住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这一波还是打的相当的是精彩 对其实红色方这边是主动靠一个TP 以及皇子直接直接大招灌到三人 其实我觉得这个团打完之后 红色方这边是相对的比较赚的 我觉得不仅仅是说这个经济先打回来两千块 而且是继续让这个金克斯再收获两个人头 然后毕竟这个其实上单石头人 在这个落后的情况下再死一次 其实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而这个也让冰女多收了一个人头 所以说其实在这个落后 刚刚落后四千块的情况下 能打出这样一波团队其实是非常难打 这边牛头啊即便没有牛头的闪 但是还是黏住了被照线 这边是直接换换线了上下红色方 这边蓝色方五人正要往上跑 完了完了完了 这边有一点难受 快跑有腰气 这边应该是要把车石卖掉了 这边车石应该是要交代了 但是这边新的来是断了一个后 直接一个大针灌下去 无语哦 这个六个球的这个方法 现在金克斯是真没有办法 这边直接是我们的这个皇子 也是没有办法去保他 石头人也没有办法去保他 我觉得这个金克斯是不可考虑一下出了小隐魔刀 哇这边是四个壮汉围的塔 这边卡上直接进墙 没可能起来那这边皇子也是走不掉了 这边蓝色方的反打了一方 在抓掉兵女之后 直接五人靠上是拿到了这个红色方对面 下路线以及打野的这个人后 这一波直接把红色方的上半野区的这个视野 全部清理掉 甚至将这边这个大龙的视野做起来 但是这边是想要开吗 哇直接非常果断的去开 这个时候石头人还是有大招的 这边眼睛是应该有看到 金克斯一个大招打了过来 这个八龙是血量到了一半 这边应该看到了兵女有大招 但是并没有选择进场 这边进场了直接一个W 对了四个人 直接进场动作 但是 垂直勾进去 能抢吗这个大龙 垂直勾到了之后没有选择进去 而是被这个辛德拉打了一下 然后这边大虫子是誓死了 用大招这样吃掉这个八龙 但是这边蓝色方应该是要溃不成军 只有这个 哇这个 看来这边只有 没有伤害啊 看来只有这个辛德拉 很好吃啊 哎不过可以伤得点燃的话 这个大虫子应该是要交在这这 但这个大虫子毒吃了一个大龙 所以这边大虫子拿掉八龙之后 也就是说拿到八龙的经济吧 但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收益 不仅死了四个人 然后只有辛德拉留下了这个龙种 那这一波对于中路的推现来说 其实也至少能对这个中塔的这个 这个保存度应该算是一个缓和吧 不然的话他们这一波可能要被中塔 推掉一塔或者是二塔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小地图上的视野 这边红色方的蓝buff发现了 没有这个辛德斯堆的 红buff没有什么这个兴趣吗 这边还有这个蓝色方的这个视野 所以我们在视野上面看到 其实红色方是做视野是相对比这个蓝色方做的要好的 对红色方大部分都是这个这个 就是就是在相对保守一些的眼位 这个蓝色方的话都是大概都是这些进攻也比较多一些 对对对 我们看到这边拿完大龙buff十个人也是重新回到这个 这个召唤之峡谷 然后整个地图应该是会被reset到 这边有冰女及金克斯的话 中路只有一个巴龙 就是只有一个辛德拉的巴龙buff的情况下 应该守住的要线应该问题不大的 这边蓝色方还想推 利用了自己中路的这个大龙buff的这个优势 但是这两边直接是开始了一个 一个一三一的推法 现在这个大虫去担待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现在大虫的这个TP还没有好 没错 而绍兴也是把上路的兵线推进了他 你看到这边四个人是围绕着这个上半野区 在这边进行这个演位以及这个攻防战 对可能是第一第一场比赛的这个缘故吧 可能就是感觉这个红色方的打法相对来说保守一点 可能是想要求稳 就是在各方面包括团战的角色上面 以及推荐上面都是打的相对来说保守一些 没有错这边靠运营是拿到了 蓝色方拿到了 红色方这边上路二塔 那这边 其实我感觉 哎呦 这边有点危险啊 这边应该要被施掉了 这边一个 一个这个正义荣耀 哎 这边是终于交出了大招 那这边闪现 纽身躲掉了这个最后的一个突击能 金克斯来了 快这个这个救世主金克斯啊 赶紧来到赶紧来制止一下这个大虫子吧 其实这一波石头人虽然说是用大招逃命了 但是其实把这个大虫子闪现打了出来的话 对于他们一个七杠一的金克斯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就是说他 但我们可以看到金克斯这边出的是蓝切加分裂弓 然后再加一个小枣的水银细带 在目前为止的话 打这个大虫子还是相对来说吃力一些的 是的 我真的觉得这个应该出小蚁魔刀 instead of就是不要出这个水银细带 因为我感觉 我感觉就算就是如果你被辛德拉或者是被辛德拉晕到 其实这边能晕你的就是你能解掉能保命的 其实也只有辛德拉 就是说如果你牛头撞上来或者是这个大虫子踩到你了 其实你有水银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就只有就是说辛德拉可能推中你之后 你可以用水银解掉 但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在有一个水银的情况下 你辛德拉还是一个大招灌下来 你就是晕不晕你一个闪现大招你也没有太多的脾气 不过其实看红色方这边的阵容 其实都是比较偏先手的阵容 相对这个蓝色方来说 所以说如果真的是要开团的话 按理说应该是红色方这边的开团更为主动一些 那么如果说像这个黄子也好 石头人也好 这个冰女也好 如果能够牵制住这个辛德拉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给这个金格斯制造一些输出环境的 不错 那我们看到这边双方也是 就是基本上两边都是掏出了两件套2.5件套了 然后我们看到卡莎 2.5件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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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就是两件套 然后又有一半装 就是2.5件套 那么看到这边双方的这个经济差是来到了7000块钱 主要的这个经济差是存在于这个上路以及这个中单这方面 而这边红色方的金格斯是领先对面卡莎不到1000块钱 对1000块钱 1200 大家是刻意看到现在这个蓝色方一直是想要聚集在 大概就是三个人左右一直聚集在中路 想要对这个红色方的这个二塔 中路二塔有这个想法 但是这个红色方一直偏就是偏去防守一些 而这个其实如果红色方想要在这个时机打出一些转变的话 其实其实要需要一些更大胆的举措 你比如说去抓一些抓一个单线的就像这种照姓啊或者什么的 而渐渐的这个打一些更加激进一点的这个做法来这个反转这个局面 是的 其实我感觉啊就是现在你看皇子的上路 这边先打起来了 看到哇 这个相为往后的照姓直接闪现进去一个大招 照姓这个是打出了30-0的气势 就是直接先交出 牛头也是跟了进去 但是感觉被金克斯稳了一波下来 所有人都是退到了这高地塔 皇子反手一个大招盖住了三个人 然后但是还是并没有爆发人头 这边是被打打死了这个牛头 然后这边石头人也是赶了下来 这边最后勾到了辛德拉一个 呃这个进化解掉 但是还是逃不掉这个金克斯的打住进了这边 石头人是赶了过来有闪现有大招 直接撞死了这个照姓 我们看到这边冰女是撕血逃生了 靠了大招逃生了之后 是回线去保了这个上路线 那这边红色方很漂亮的一个环打 是的 可能是刚才这个蓝色方这个 沟通上面有一些小小的失误 我刚才的tp大招逃生的tp是直接给取消了 可能是想想比较自信 觉得刚才那一波是直接打赢了 结果没想到皇子一下子立功了 对的 而且我们看到照姓刚才 确实是一个相为猛充的照姓 就是直接闪现闪现一技能 然后伴随着这个牛头挂上点燃冲了进去 但是没有后续的伤害跟上 然后被这个锤石以及这个冰女去保 成功保住了他们这个ADC啊 也是多拿了一个人头来到8-1这个数据 那其实这样看来的话 虽然说红色方这边落后了5000的经济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场就是有这个8-1的金克斯 打团的时候真的还不好说 你没发现其实幸亏选了一个金克斯 如果选一些像那种技能型输出的AD的话 这个后期这个大虫子没有办法打 你比如说像选禁啊 卢仙啊 这些都没有办法去打这个大虫子 这边都 哎呀 这边还是差一点点 哎呀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直接被踮起来了 这个没有办法 是啊 没错 那这边大虫子 其实感觉已经是一个大boss存在了 这边蓝色方是想要再拿掉冰女人头之后 再直接去开这个巴龙 红色方这边是知道的 但是好像没有太多的办法 看看皇子这边想不想要去立功 但是在这个打野以及大虫子都在的情况下 我感觉还是稳一手吧 哎 还是稳了一手 然后直接让蓝色方拿到了这本场比赛 第二条巴龙经济差也是来到了7000块 是的 在现在这 这边三条线 红色方的线都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如果猫猫然去开这个大龙的话 可能将会要损失一个高 一波高地了 没有错 那我们看 那现在拿到了这个大龙的这边的这个蓝色方 是想要如何去采取这个大龙buff 是继续选择分推 还是想要一波直接拔掉这个红色方的中塔 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大虫子是没有TP的 没错 其实我觉得啊 就是说一般呃就是队伍去打这个分带 就不管是131或者14分带的时候 呃一般都会有两个做法 要不然就是呃你去呃正面开团 以少打多BTP或者是就是看那个TP差 然后去以多打少 要不然就是去呃派一到两个人去单抓这个分带的那个1啊 但是我感觉现在其实如果你说石头人加这个黄子 要去抓死这个大虫子我感觉都不太可能 所以说这边我个人觉得红色方应该要果断一点 眼位做好了之后看能不能在正面去打一个呃正面开团 以多打少情况 但是这边呃大虫子感觉也意识到这这一点 直接是蓝色方五人抱团推中路 是看来没而这边是一颗被打断了 那这个时候大虫子在前面扛着 但是毕竟人还不起没有办法去冒冒然去进行进攻 但这个时候大虫子就一直用自己的Q来打消耗 这边其实要解决大虫子这个问题 只能是靠这个金克斯啊去就是以这个呃 ad输出才能打得动他感觉这边红色方 嗯其实其实说实话 红色方这个阵容真的是选的非常的不然的话 这一波可能就是就真的可能这一波蓝色方就要上高地了 因为毕竟像这个呃红色方这边的控制又多 然后也有肉也有输出 就是说呃这给了这个红色方 整个在前期有一点劣势的这样子的情况下 一个很大的一个喘息机会了 并且我们看到现在红色方在自己的这个野区事业 也是慢慢的做起来了 可以说是灯火通明啊我的天哪 没错看这边石头人慢慢也是把自己的装备补了起来 其实如果游戏时间再去拖那么个五到十分钟的情况下 让这个石头人以及这个黄子的肉一定程度肉起来的话 保护着这个金克斯去打一个反手的话 其实我觉得红色方还是很有机会把这个团打赢的 是的红色方这边的阵容是既可以先手又可以打反手 这边是直接垂直勾到了一个大虫子没有人敢上 但是现在金克斯其实一炮轰他还是挺疼的 这边是直接控住了石头人 还是想还是想要红色方先过渡过去这个大龙buff的这个时期吧 这边是13要看这边金克斯 这样红色方想不想要直接果断开环 这要不然感觉这边三路的高低都要被运营掉啊 这边蓝色方的中路是 对他应该是不敢再往上走了 这边赵姓已经是带掉了上塔 石头人在家里是发呆 他刚回家了 然后这边看到赵姓想要 就是用命去拼掉这个水晶 也是成功的推下这个水晶 那这边金克斯是赶到了那就要去跑掉 那这边中路是被开了起来 兵里开始一个大招直接一个被进到一个退散 加鱼就抽技能 这卡扎很危险 焦了自己的水灵了 这边他就上了点人 但是没有办法 皇子现在是没有技能了 哎呦这边是大虫子 这边大虫子也是成功的 就是把上路的这个 呃 英雄对方是英雄收掉 那金克斯这边剩下来 还是没有太大的办法 毕竟就是这个 游戏这个 经济差距差的有点多啊 这边蓝色 红色方这边 呃上路以及打野这个坦度不够 不能为这个金克斯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输出环境 那我们也恭喜今天这个 欧维俗联盟人战队拿下了这个 这个 这个第五届的 NACG的首胜 小组在首胜 是的 也是再次恭喜 其实可以说是 我觉得真的都打得非常的不错 像这个 在这个我们整个大赛的第一场来说 这两方其实在前期 包括烈士也好 或者是怎么样的也好 他们的经济差距 其实一直都没有太大 就是每个方都有一个carry点 所以说在这个前期两方的运营 包括处理上面 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只不过是后期可能 这个红色方偏稳健一些 在这个各种开团的这个选择上面 都没有做到特别的果断 所以有一点点遗憾 输掉这个本场比赛 没错 其实我感觉就是双方英雄选了出来之后 其实能看出来双方都是有想法的 这个套路拿出来之后 其实我们也看到这边 本场的这个最高输出 是由这个蓝色方的大虫子打了出来 而这边金克斯 其实金克斯伤害也不低了 这边也是打了将近这个 一万九的这个伤害 但是还是其他的这个点 可能伤害输出稍微欠缺一点点 而且我觉得红色方其实这边 唯一一个英雄的组合的一个缺陷 我觉得他可以选择把垂石换成了 这个其他一个比较可能 有保证的这个 比如说在塔姆是被罢了 或者是可以选择一个落 这样子就是比较稳的一个开团 或者是保护AD 因为垂石毕竟你作为一个保护型的一个辅助的话 他就进攻型的辅助 他有点不稳 然后呢 保护性他又不是太保 他能保护到ADC 所以这边也不能给金克斯提供太好的一个输出环境 同时我们这是也是最后来 我们感谢这个豪气冲天不差钱 数据帕迪样样权的GNC 国际数据教育平台冠名赞助 并且协助本次赛事 读鼠校 深沿找辅导 找实习 就找GNC 感谢全球青年人才社区新引力 Gravity 史上最高质量的职场社交 为你打造全球青年精英交流圈 拓展你的职场圈 从Gravity开始 感谢越和旅游的大力支持 越和旅游 您身边的旅行专家 私人定制旅行最佳选择 感谢以上我们的这个金主爸爸 是的 那我这边也说一下 就是所有就是参赛 以及就是观众朋友们 是可以上这个 我们Battlefly.com的这个搜索 这个NACG 就是North American Cyber Gaming 这个搜索一下 是可以看到本次比赛的 所有比分以及分组的情况 而且就是说 这边也可以及时查询 就是各个英雄选择的 这个方面的这个情况 那我们现在也是正在打这个小组 小组小组赛这个分组的 阶段的情况下 也是可以就是去查看这些 每一队的这个 及时的这个比分的情况 那我们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们预计是将 接下来 每一天会直播一到两场比赛 就是会 我们会选出就是相对比较好看的一些比赛 然后进行直播 那也欢迎各位 小伙伴们就是有关注我们的比赛 那我们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我是解说Cody 大家再见 我是解说江许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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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